今天上午的全国体操大集训在国家队的体操房正式启动了 别看前来集训的小丫头们只有12、3岁 但是他们当中的娇娇者将成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力成员 本次集训一共持续10天 前来集训的孩子都是各省队条件十分出色的队员 年龄在12岁左右 如果通过了选拔 他们将正式成为国家队的成员 队伍当中我们见到了前世界冠军林杰 他在湖南省体操队已经带队员三年了 林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俩吧 好 他是我带的队员 这个是我带了三年 这个然后差不多两年吧 他们俩算是我们组 就是说比较全面一点的 再加上自己也比较肯练吧 喜欢体操 对于这些第一次到国家队参加集训的孩子们来说 北京奥运会的冠军成员都是他们的偶像 其实再过四年 他们就将成为奥运会的主力 看了以后挺高兴的 那看到这有几个队应该说这个人员也比较整齐 那些队员 你像湖南的现在这些队员在这 那我看到这些孩子 个个都比较出色 在这十天的大集训当中 国家队的教练通过经验来选拔苗子 同时也将进行一些体能和素质方面的测验 今后一定要努力的训练 然后三国家队参加奥运会冠军 拿到奥运会冠军 今天能够运会冠军